我是一个特别相信爱情 但是我对婚姻会有一些 我不知道我觉得 你结婚了没有 No 我不太能够接受一种观点 就是所有的婚姻到最后 一定是没有爱情的 我觉得那样不对 婚姻是一个很 我不会觉得是一个 commitment commitment怎么说 就彼此的承诺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责任 这个责任很大 我以前很容易跟人家分手的 但是 谈恋爱的时候很容易分手 但是结婚之不是 不可以这样子的 你不是那么容易去 我打断一下 每次谈恋爱分手都是你提出来 大部分在我的记忆力之中 对 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吗 还就是因为你不够喜欢对方 还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那时候很小 也不记得什么原因 我只记得我刚刚讲的那个是 也是太 不准我拍戏 我一两个都不准我拍戏 而且每一次都是 有钱的人不爱我拍戏 所以后来就不要找这些人 让他们辛苦了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就变成 后来我有时候听人家讲说 如果我没有要生小孩 我就不会要结婚了 对我来讲是一个叮叮叮 因为我在想对啊我没有要生小孩 我不喜欢小孩 我不喜欢自己有小孩 那我如果不要有小孩 结婚来是为了什么 就是你要达到这个答案 你要结婚是为什么 what is the purpose 你有没有一种需要 还是你们两个有没有一种需要 我觉得如果我够爱这个人的话 我非常非常爱这个人的话 那我就希望跟这个人在一起 我觉得结婚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形式 就是来告诉彼此 我们是足够爱对方的 那我会告诉你 结婚不表示没有爱 像我跟林子湘 我的爱比在跟他结婚之前还要深 就是我对他的爱很深很深的 我们两个就像家人 就是我没有这个人 我会很难受的 但是那个爱不是同一种爱的 不是爱情 会会慢慢变成一种不同的爱 你会经过不同的阶段的 不同的种爱 所以我会觉得只有爱情的爱 你讲的那种爱情的爱 就是男男女女两个人两个眼睛 像琼瑶小戏那个时候 那种爱我不觉得可以长久的 可以可以一段时间 可以很兴奋 可以很浪漫 但是不会长久的 现在我就是觉得 我跟他的感情就是一种很浓 你浓我浓的 我能明白 一种感情 我到任何地方 我不管怎么样 我必须要跟他通一个电话 每一天 他一定要找一找我 就是一定要通一个电话 say hello say你今天很好吗 一切都很好吗 OK 一分钟都可以 只要大家有个联系 有个联络 我知道他没事 我就好了 我就甘心安心 那两个人到达这样 我觉得是很高的一个境界 之前一定要经历过一些最最艰难的那个时候 甚至可能是情感到了觉得两人过不下去的那个时候 你们一定也经历过那样的 也有 也有 有经过 然后也有经过一种 在觉得好像是 gliding的感觉 你知道gliding 就是说 这就是说 在水 没有到浪之前 它前面特别平静 你就在那边飘了 你知道 在这边 我们会觉得 那边飞草 你 对 我们在那边飞草 那边飞草